20年前SARS瘫痪了中国供应链 让业者慢慢把生产线 分散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 那这个苹果的红色供应链 它这一次面临的是更严峻的考验 它同时要面对的是三大难关 第一关是新冠疫情 第二关是中国本地的工资成本上涨 那第三关是美中对抗的地缘政治因素 这让苹果无法避免 它要选择逐步跟中国脱钩 那经济全人预估 从中受惠最大的就会是越南跟印度 苹果执行长库克在2019年之后 就不曾现身中国 那今年5月他现身的地方 在总部接待了越南总理范明正 明年还计划要在印度开设 第一家的实体店 这样显示的是 这样一个重心已经有所调整 2017年苹果在印度跟越南的 大型供应商其实只有18家 过了一年到2018年成长到20家以上 其中越南有14家 那印度也有7家 到了2020年 单单越南自己就已经超过了20家 那加上印度已经超过了30家 根据10月初刚公布的苹果2021年 主要供应商名单 越南跟印度它进一步增加 合计已经来到37家 正式的超越美国跟日本 成为台湾中国之外的第三大势力 苹果虽然现在想要降低 对中国红色供应链的依赖 但这生产线并不是你今天说搬 马上就可以搬 摩根大空虽然预估到了205年 2025年苹果将会有四分之一的产品 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制成 但是目前非中国制的比率 其实还不到5%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 苹果近几年公布的200大供应商名单 其中你可以看到在2017年度 当时上榜的中国供应商 其实不到30家 那在所有的五大供应国当中 只比黄色的南韩还要更强 台湾当时是绿色的部分 超过了50家排在第一名 过了一年短短一年时间到了2018年 我们关注红色的部分 中国迅速的来到第二名的地方 它成为苹果零主舰第二大的来源 那2019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并没有公布 我们直接看到的是2020年的数据 中国上榜的供应商数量已经突破了50家 首度超越台湾成为苹果的供应主力 那2021年度苹果改变方式 它公布的是前98%的供应商 但我们比对名单就发现说 中国它多了一家入榜 那台湾则是又少了三家 虽然近十年中国平均的工资成长了一倍 它的整体薪资水准是印度跟越南的两倍 但目前看起来它还是苹果最大的供应来源 我们接着要看到的是 中国今天公布的一项景气领先指标 也就是官方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结果在制造业跟服务业两部分 双双都跌破了50的融枯线 代表的是产业的景气又再度进入萎缩 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的PMI 从三月开始就持续的萎缩 只有在六月跟九月也就是红点的地方 这两个月有短暂的扩张 那市场原本预期说 10月可以维持在50之上 但是没想到却意外的又跌到了50以下 分析市就指出要期待中国经济复苏 现在恐怕言之过早 那中国恐怕还会再爆发新一波的疫情 因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新增的确诊数 原本上礼拜是800多 瞬间暴震突破了2500例 创下80天的新高 那习近平声言说要坚持清零政策 不改变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经济前景其实并不乐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